好 这个元旦廉价不平静 在花莲市区就一连发生两起翻车事故 大多都是没有抓好距离导致意外的发生 所幸两起事故都只有驾驶人受到轻伤 没有酿成严重的伤亡 银色休旅车侧躺在马路上 停在路旁的三辆轿车跟一辆电动机车无故被撞受损 开车的82岁老先生向警方表示 自己是因为闪避机车才会肇事 不过现场经验器画面却没看到老先生所说的机车经过 一辆自小客车由花莲市商校街往南执行 行经中韩公园旁时 一式闪避车辆不慎撞击对向路间出放的三辆汽车 及一辆微型电动车 现场驾驶及附载乘客无明显外伤 元旦跨年廉价期间 花莲市接连发生翻车事故 12月31号商校街中韩公园旁 一名82岁老先生肇事翻车 幸好车上两个人轻伤无碍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花莲市 元旦晚间七点半 有辆白色休旅车也是致壮翻车 四脚朝天躺在大马路中间 幸好造势车开得很慢 女驾驶仅有手背轻微擦伤没有送衣 停在路旁被撞的小货车 左后方车体受损 两起事故的肇事原因及赔偿责任 警方还要后续调查厘清 记者许立琴 花莲报道